而且這個又不是多少預算 他又跟我說很多預算 那你們變了7億多到底要幹什麼 真的是令人火大 不是啊 因為這個事情 來 副市長 你不要跟他講 你跟他講什麼做就好 我在協調 你協調那麼久了嗎 你現在跟他講啊 到底是不是建設 那你跟我說 到底是建設局要做還是教育局要做 不是 以我對業務的了解 誰的 誰該做的 這個當然 他是交通局要做的 交通局 不是啦 這個是市政府要做 至於是說要教育局或建設局主政 您讓我來協調一下 我才跟您報告這樣好嗎 我已經111年 講到現在 你先跟我說是建設局的工作 還是教育局的工作就好了 當協調走 我今天一定要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做 這麼小的一個註冊彎 讓我們家長可以讓小朋友安全的上下學 這樣你們沒辦法 好 這樣子啦 就是說是教育局 因為學校周邊教育局 可是建設局可以來代辦 因為工程畢竟在建設局嘛 所以這兩個機關都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結果就是沒有人做 就是沒有人做 我來協調一下 其實喔 這個本席在 上上會期就跟教育局講了啦 教育局就說要做 要做 怎麼會做 又見過一年又沒做 家長一直說 為什麼這個做個註冊彎 要這麼困難 讓我們的學童 可以安全的上下學 這麼困難嗎 因為要做的地方是屬於道路用地的範圍 好 道路用地來 那請建設局長 陳大田 你說道路用地啦 好議員喔 我想這個也會看多次 那你也親自都去現場看 對 沒錯 那他有我們荷蘭路的附屬道路部分 也有主要是學校的退縮地 所以當時的會刊結論都很清楚 那每年教育局他有編 這個相關的學校周遭人行道 包括樹木等等這些的相關費用 那他們會請我們來代辦 那至於哪些優先順序 我們會尊重教育局 尊重教育局 那現在又回到教育局 那到底是誰要做啊 當時可以做 你跟我說 局長 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可以做 還需要 還需要我們在這裡就協調 欸 教育局 你發文給建設局 還是你現在跟他講 拜託建設局你幫我做 這樣可以嗎 是這樣嗎 那個意思是說 我們教育局出錢建設局做的意思 那你要跟他講啊 那是你們教育局的事啊 你是不是要跟建設局講一下啊 請你們代辦啊 對不對 結果你們教育局都不曉得在做什麼 好 現在非常清楚 教育局 教育局 那個是教育局的 你們請建設局代辦 來 局長 當時可以幫我完成這個註冊彎 他有一筆代辦經費 我們也發包好了 那如果說 他 這個優先順序 去開單在教育 在會文國小這邊 那我想我們很快收到單子之後呢 我們應該一兩個一個月內 就可以來派公 好 教育局 有聽到嗎 我希望 一個月以內 可以看到 有在動 因為喔 很多的家長喔 反應了啦 跟我們反應很久啊 其實今天也不是說要對你這麼生氣的 就是說那麼久喔 你都不噔噹啊 不噔噹 家長在那裡 在跳腳啊 而且喔 那裡真的是 交通非常的複雜 很多學校人口又密集 跟你走都不歪噔噹 不肯動 為了兒童交通安全 讓他們好上下學 做一個註冊彎 有這麼困難嗎 我真的是想不懂 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們拜託 好 你請坐